60岁的女人在很多人看来绝对是老女人了 根本就不应该再对男人感兴趣 这个年纪在找老伴 别人就会认为这女人是不是疯了 是不是给孩子们找不痛快 尤其是农村 60岁以上的独居女人 男人早已经成为了一泡黄土一段回忆 农村的女人很少改嫁的 尤其是60岁以上的女人 她们要不一个人生活 要不就是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 跟城里的孩子们一起生活 那么60岁的女人对男人还有兴趣吗 60岁的女人没有了美貌 也没有了生意能力 连大姨妈都不来了 还会有生理需求吗 其实这种想法是片面的 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 把人的需求划分了五个层次 第一层生理上的需求 第二层安全上的需求 第三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 第四层尊重的需求 第五层自我实现的需求 60岁的女人早已经过了生理上 对男人需求的年龄 更多的是情感和归属上的需求 很多老人在老伴去世后 会老得特别快 因为他们失去了精神寄托 虽然有孩子们 但儿女们比老人的爱是不一样的 当一个人失去了精神寄托 整个人便没有了生活的热情 会很容易垮掉的 我采访了两位女士 我们一起来听听她们的心理话吧 第一位任女士62岁 我老伴在前年费病去世了 老伴走了之后 我跟儿子生活了一段时间 实在住不习惯 就回农村老家了 自己现在腿脚都还方便 在院子里种种菜养养花 我儿子也算孝顺 基本每个周末都回带 给我带一些肉蛋之类的 青菜我自己种了还吃不完 一个人也吃不了多少东西 无聊的时候就在村里串串门 偶尔跟老姐妹打打麻将 日子还算过得去 最怕的就是生病 上个月村洞头的王早走了 听说是心脏病突发 一个人倒在了门口 我就怕自己哪一天 也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 连孩子们最后一眼都看不到 如果说六十岁的年纪 还需不需要男人 我想说六十岁的女人 需要的不是男人 而是陪伴 只要身边有一个伴 便不会孤单和无助了 第二位 梁女士六十一岁 我三十八的时候就手挂了 那个时候两个孩子都还小 我守着两个孩子 把家撑了下来 现在两个孩子都成家立业了 我也算完成任务了 我跟我现在的老伴是邻村 他妻子早几年也去世了 我们决定在一起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考虑的 毕竟都这么年纪了 尤其在农村 人眼可外 我们能走到一起是源于老伴的一句话 他说 我们都活了大半辈子了 都在为孩子们而活 剩下的几十年就不能为自己活一次吗 好在我们双方的孩子都能够理解和接受 我们的感情说真的 到这个年纪的 也不想着男女那时的 就是想身边有个人 可以说说话 知冷知热的 现在我们过得挺舒心的 综上所述呢 六十岁女人需要的是一个伴侣 而不是性伴侣 少来夫妻老来伴嘛 黄婚恋是应该提倡的 做儿女的一定不要干涉 老人辛苦了大半辈子 老伴老伴 你还老了就像身边有个伴 有个爱自己的人 有个懂自己的人 陪着自己慢慢的变老 您觉得呢 好的朋友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期待您的留言点赞和关注 谢谢大家